這裏是香港電台 由本台同三輪法上西佛佛學班同學會合辦的空中結縣 由葉文義居士主持黃南斯介紹 吳范裙編導鄧慧嫻監製現在開始播春 日詢劉 nhân在日詞 北海 coins 藥邊Plus 方illes在張文義居士主持上 劉師主持自取buke 六斤逾 張文義居士 vicious 在今日節目裏面,首先會有業民以居士主持的佛經講座之友宗。 接著的劇化故事,我們繼續錄音播出在空中結束二週年遊藝大會上農場劇團演出的地藏菩薩第二幕。 而最後有時間的話,就答覆一下聽眾的問題。 現在請各位先收聽業民以居士主持的佛經講座。 各位聽眾,今天佛經講座的題目是友宗。 上個星期是講了空中,現在是要介紹友宗。 空中和友宗一直都是佛教兩個很大的宗派來的。 表面看起來,空中和友似乎是極端。 但是他們都是歸於一個中趣的。 現在就是和各位研究友宗了。 距離龍樹論師一百年之後,就有無爵和世親這兩個人物出現。 他們都是弘揚為息的中派。 而無爵論師就是研究和發展大成。 他的弟弟,小親就研究小成。 以及專門積極向大眾弘揚小成。 這兩個人由於他是很積極,而且很精進。 所以是發展得很快。 彼此都擁有很多的弟子,同時成為一代的宗師。 但是無爵論師,他非常之懷念世親。 他很希望世親也學習大成。 因為大成佛教是本爵慈悲心,普道眾生。 裏頭的義理是很豐富,而且理想和歸趣都是很偉大的。 不過世親論師就是很固執。 他認為小成是最高峰的。 所以他也不聽自己卿長的勸告。 甚至到兩個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很多很多年,大家彼此都沒有見面。 那麼後來,無爵論師見得自己年紀很老了。 他就不想放棄勸導世親的機會。 因此,他在有一天,就打發人,是接世親論師去他自己的地方。 就說,他已經是病重。 很希望兩兄弟能夠聊一下。 世親論師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就放棄了成見,去見無爵論師一次。 吸之到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始終是兄弟。 那麼大家也都是很暢達地聊天。 吸之到晚上,世親論師就要休息。 無爵論師就特別使人安排他在廣堂旁邊一個房間來休息。 在晚上,無爵論師就登壇說法。 向弟子講大成的道理。 平常世親是不聽的。 但是那晚因為在廣堂的旁邊。 所以那些聲浪就傳入他的耳朵裡。 他也只有靜靜地聽聽自己的兄長在說什麼。 當他從頭到尾聽了這些道理之後。 他就發現大成的義理原來是這麼豐富的。 是以前自己忽略了。 所以是很留心地聽。 那一刻,無爵論師說了很久。 世親也都是很用心地聽了。 到第二晚,無爵論師也是這樣繼續講大成的義理。 世親也都是很用心地聽。 於是經過了幾次之後。 世親論師就發覺自己以前是誤會了。 於是他就去到無爵的面前。 就跪在他的面前來懺悔。 就說自己是很錯的。 不獨止誤解了大成。 而且也都有委託大成。 既然自己的舌是說錯了話。 那就很想說割了舌是來表示自己的懺悔。 那無爵論師就對他說。 既然你是知道有過失。 以前的誤會你可以補救。 你以前是用舌是來罵大成。 以後為什麼你不用舌是來讚美大成呢? 你如果只是割了舌, 那就於是無補了。 無爵是這麼說。 世親聽了之後, 忽然間明白了。 於是他就在兄長的面前懺悔。 發願以後都要弘揚大成了。 那麼他兩兄弟呢, 都是根據著遺識的道理。 是一直宣傳開去。 因此日後的友宗呢, 都奉這兩位人物是做大師的。 那麼在這裏呢, 我還要介紹一下他們兩個人的典籍。 而無爵論詩呢, 它是有儒家詩地論的。 一百訣。 而世親論詩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最出名的就是驅舍論的。 當時是有千步論詩的名譽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想介紹一下友宗的思想。 友宗的根本教義, 就是講萬法都為識。 即是說, 一切法都不是離開那個識而存在的。 而這個識之中呢, 就是有八種的。 所謂識, 即是一種分別的能力。 當我們是友情, 友情眾生, 他的八個識之中, 其中呢, 有一個就是叫做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 又叫做第八識, 就是有三個名的。 這三個名呢, 都是根據著, 他自己本身的作用, 而立名的。 第一個名, 就是叫做阿賴耶識。 第二個名, 是義塑識。 另外一個名, 就是阿陀羅識。 現在, 首先是介紹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是繁音來的。 他譯造中國的意義呢, 就是藏識。 藏識就有三種的, 作用。 第一種, 是能藏。 即是說, 任何平常, 眼睛所看的, 耳朵所聽的, 鼻孔所聞的, 舌頭所吃的, 身體所接觸的。 他和意識所思想的。 所有一切的, 起心動念, 舉手投足。 這些的習慣經驗, 都會成為種子雜氣。 由於分擇, 而傳到阿賴耶識那裡, 就成為一個能藏的力量。 即是能夠保持一切的行為活動, 而遺留下很多的印象在阿賴耶識。 又成為日後感應那部反映的因素。 第二就是所藏。 這種的力量, 就是阿賴耶識流下來一切行為種子。 這些行為種子有了一個分擇力, 於是就有了經驗和習慣性。 新的印象又可以分擇, 而加深本有的印象。 令到印象深刻明顯, 勢力更加強。 所以公多藝術這句說話, 就是這樣來的。 這些印象, 它不是離開阿賴耶識而存在的。 當它攝受了印象, 分集了印象, 都是心靈作用之一。 跟著印象的深刻、 性質, 於是就形成了每個眾生的性格、脾氣。 這種情況, 就是鎖藏, 或者叫做受分集了。 至於第三種, 就是叫做執藏的。 這種功能, 即是說, 有相續執持種子的作用, 令到所有的種子因素, 都能夠長久停留在阿賴耶識, 不會消失的。 同時又有不斷接受分集的作用。 這三種這樣的功能, 都是藏式獨有的。 這個能藏、鎖藏和執藏, 都是成為藏式裡頭一種最特殊的功用能力。 現在這一種就是屬於自己的相狀, 所以叫做自相。 現在跟著要講阿賴耶識第二部分的形相, 就是果相。 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 憑藉他所攝受的印象、性格, 就能夠令到眾生入去五趣的。 因為生命是不斷生死流轉的。 他下一生會投入哪一趣呢? 就是根據著他的印象性格。 所謂五趣呢, 就是天趣、人趣、 畜生趣、地獄趣和餓鬼趣。 假如加上修羅趣, 就成為六趣。 當生死流轉的時候, 就即是每一期生命的總部體。 由於每一個眾生的善業、 惡業、無忌業的不同, 就會令他感應到善果、惡果的那部身體。 這一種就是叫做果相。 至於第三部就是恩相。 因為阿賴耶識, 能夠執持著凡夫和聖者的善惡種子, 經久而不壞。 所以又叫他做阿陀羅識。 各位, 今日佛經講座是到此為止。 佛經講座之後, 我們很快會有新聞簡報。 之後就會繼續空中結束的第二部份。 請大家到時繼續收聽。 現在, 若都對阿是 verbess。 我們多多多年來中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让他空中结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夫人死后,我们被敌开了 小姐厚德仁慈,对我们都加烈 小姐真是好人 不过现在他…… 小姐真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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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梦自经 迪阳之我意 天防笑窗戏 女士游泪 罗汉专家游泪 罗汉专家游泪 家游泪 拜登 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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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猪子,找我有何贵贯? 身近我善良奸严,飞去飞来,呼乐化! 呼乐化,难道村子是到你,对我被贵? 没错,听闻小姐亦无性逼,终人忧心匆匆, 鲁汉今次来,是帮助小姐,歹脱法路。 至乎是幽难商人,那请问,怎样才可以大缺烦恼? 若要抛脚犯怒,请听鲁汉一句解议。 请过。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唾诈谎刀容萄。 帮助小姐 Blockchain编ent 尊致 尊致,心外是可以不思 慈無因,又真能偷強 只要大切大悟,便能偷強 怎樣切大切大悟? 楊姨,小姐,你無心情用日不須 心狠手毒,死後已輪六十八層 地獄 啊,真是的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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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說替小姐拋卻煩惱 一提到夫人就使她加添了煩惱了 煩惱自來 幻自去 小姐 哭暮就不如 救慕 救慕 那怎样救法 那你就聽住了 歸已發 發 將苦 老 全拋笑看外 修佛帳 夫佛空 人花 分開 想救我 雖順養 有諸 編分 來 喜悟 有勤之風 如 來 誠 我 我 我明白 原來專者是離開到我的 叫我誠心禮佛 就可以消災救我 小姐 小姐 若想救你母親 你 地獄 請念 用 清靜念 花 目 如來 這位 這位 如來 是已經得到的佛堂 他有普道眾生的文語 多謝專者 知見迷信 老漢告辭 阿美 阿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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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求廢 去返路 認拜我發解爛 更要乃以法仲敬 為娘親笑嘴才願望 親眼睛民法仲敬 武道仲敬 美女 心中 愛 祝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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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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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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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